大約一禮拜的時間 大約文壇就開始進入採取機 因為今年大約文壇開火時 去吐到露山風 尚風造成文壇結實量明顯減少 所以大家以後 今年大約文壇的介紹 會比翁妮提升 這種情形讓孝農 又開始擔心撤土的問題 大約是工作為了讓孝農安心 特別請警方電開貨油專欄的勤務 一年農藝又中秋 時間過得很快 現在就是我們以外成熟的季節 大約文壇可以說是改出名 你要看我們這個果樹 可以說是果實累累 就是幸福的滋味進在其中 因為這個油都已經回到時了 所以這個期間最寶貴 所以我們也很感心 就是說我們土六分局 要我們鄉鄉的這些派出所 都可以幫我們來保護 我們這些市場的油 所以我們有啟動一個 所謂的護佑專案 剛才分局今年的護佑專案 同樣分量的改單這項 為整項的採收到層樓的收藏 基本都會提供順路保護 賦佑專案分為兩個階段 它要改單就是保護樹上的柚子 不要讓它不可以走 第二個的話就是採收完了以後 放在層樓的時候也要幫它保護 讓它可以送到我們消費者的手上 剛才幾乎這項護佑專案 今年又結合意見跟民放 頂民間的力量 做回來保障高榮的收藝 我們從今年的8月15號 臨時開始 執行文旦園的黃雀巡邏 並結合民間的力量 執行民房 還有守望相助尋守隊 共同來維護文旦園的黃雀情務 繼續了解 在京方壓力這項護佑專案進行 當地區已經有兩區文旦園 傳出切斷的事情 高榮人身奉獲 希望佑專案可以再度發揮效益 保護文旦的安全 記者以免為插方報道